好 接下來一題 他說我把這個繞了五圈 繞了五圈 然後問我下列迅速何者錯誤 他的選項是真的有個迅速不好 他選一個總電流是安培讀數的5倍 這個不好 因為我們以前所學的總電流是一條線上的電流 這個總電流是說會產生持效應的電流是安培計電流的5倍 安培計電流的5倍 會產生持效應的電流是安培計電流的5倍 是應該這個意思 請問他的迅速誰是錯的 誰是錯的 可愛 大帥哥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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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你選的叫做 A 選項A隊不選 但說法不好,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然後等一下我會問你為什麼是五倍 為什麼會是五倍 然後安培右手定則,繞是個同心圓,繞圈圈,所以珠是對的,不選 然後安培右手定則一比,比完之後 電流 電流的那個 為什麼我有比錯啊? 喔,我覺得羅牌那邊沒有比錯 然後呢,一比完 它在上面,織針呢 會向左,左邊應該是西邊 所以是對的,不選 所以呢,這個等一下會問你為什麼不是五倍 等一下會問你為什麼不是五倍 所以必須錯的 所以我們就這樣 好,來,問你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是五倍 為什麼會產生磁效應的電流是安培器電流的五倍 第一個,為什麼是五倍 小女生 這句話的答案我在前面講的時候交代過 女生 十號 小老師大人對不對 另外一個小老師大人 十號 為什麼 五個疊在一起 這個講法不是很好 但是又勉強算你算對 因為我前面講過 我在前面的時候交的時候交過 每一個有電流的地方都會有磁效應 記得嗎? 所以你把五條線擺在這裡 那就會有五個電流 就有五個有磁效應的電流 所以每一個有電流的地方 就會有磁效應 你這個,這個一點有五條線 就五個電流 所以你會產生磁效應的電流 是安培器電流的五倍 好了 你的電流磁效應是五倍 五倍強 那為什麼偏轉角度不是五倍 這個原因也是我前面講過的 我講過真正的指向 指向何方 怎麼來的 怎麼來的 這我前面有講過 請問你 為什麼 你的磁效應是五倍 可是呢 你的偏轉角度呢 不是五倍 二一 我在 二二 你講什麼 你講什麼 合力 算你對 我前面講過真正的指向是什麼來的 地球磁場跟電流磁場來的 所以 左邊的圖是一倍 地球一倍 電流一倍 那這個角度偏這麼多 然後你把那個 電流變五倍之後 角度會變五倍嗎 不會嘛 它是一個三角函數 我們沒有交的關係 可是你知道它沒有成所謂的正比那種狀況 所以並不會變成五倍 為什麼不會 因為真正的指向是 地球磁場加上 電流磁場的合力的方向 那你電流變五倍 合力方向的角度不會變成五倍 這就是 我們跟問你說 它怎麼一回事 OK